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战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 两宗与大陆有关的消息 第一宗消息 解放军海军的宾州舰 近日被发现 在基隆外海的树出现 而且附近还有两架战机 后来 日本与台湾的军舰 合作监控这一艘宾州舰 所以创下了日台军舰合作的先河 第二宗消息 菲律宾外交部长乐阴 在Twitter上 仿如战狼上身 他发了一条 混习着粗口的铁文 叫中国滚蛋 而且菲律宾国防部 也决定了 要继续在南海 即是菲律宾称之为 西菲律宾海 进行军事演习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亦有 记得 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宾州南最新的动向是怎样 原来在4月30日到5月1日 大陆的湖惠南宾州号 就现身在日本 宫古岛的北方 根据 新27部队军事集团的Twitter 指出 宾州号 当时距离基隆市 只有大约 125公里 宾州南随后通过了 台湾东部 和日本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域 日本和台湾的南籍 紧追着这一艘宾州号 创下了共同监控的先例 实际宾州号的宾州 到底是在讲什么 其实是在讲山东省的宾州市 宾州市其实是 什么来头呢 为什么会叫做宾州 这个名字这么个人呢 就是因为 这个宾州 是贴近着渤海的 宾州的意思就是 渤海湾之海滨 为之宾州 所以这首护卫南 改名叫做宾州号 真是很有意思 予以 大国 崛起之势 好了 宾州号 在基隆外海 其实是做什么呢 根据台湾的一位 将领 指出 原来 宾州号 具有远程境界 和防空作战能力 当时 宾州号 其实就是对台湾 进行着 南北 和东西向的 包岛航运 是测试 台湾全岛的 防卫作战能力 为什么一艘军舰 能够做到 所谓的包岛航运 就是因为 大陆方面 不单止 派出了一艘宾州舰 根据 日本防卫省的 统合幕僚监部 消息指出 原来当时 宾州舰附近 还有两架 叫做运狗型的情报收集机 运狗 运狗 不是运狗 运狗情报收集机 沿着台湾防空识别区 最东边 向下来 飞行 一直抵达了 南鱼 和陆岛附近 另一架 运八反潜机 在南鱼外海交接 再飞往 花莲外海 明显 就是要对 台湾进行 所谓的包岛航训 配合 宾州南 极有可能 是在做 所谓的 海空联训 所以 大陆 经常说 武统台湾 不是说 没有实际的事 在做 现在 这些就是 很切实的 军事威胁 就是在做一些演习 海空联训 而根据台湾的国防部军事动态指出 原来 解放军在当日 还在台湾的西南空域 派出了一架 运八反潜机 运八远干机 还有一架 空警五百的 空中预警机 和两架 千十六战机 所以 台湾将领说 大陆 现在在做一些 所谓夹击测试 南北向 和东西向 我估计 不是吹水 应该是在做 相类似的事 至于台湾方面 如何来应对 宾州号 他们派出了一艘 基隆级的驱逐舰 与日本的军舰 共同合作 分别在宾州号的 左右两侧的后方 一起监控着宾州号的动态 这个就是 日本和台湾军方的 首次合作 当然这个背后 是有默契 定义或纯粹是一个巧合 台湾方面 是三参其口的 不知道他们 事先有谨定 还是怎样 反正来说 开创了先河 亦反映到 日本自从今年 中国通过了海警法以后 他们的警觉性 真的提高了很多 不但在拜奸会 会后的美日联合声明当中 特别有提及到 台湾的 安全问题 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上 似乎日本 是 愿意 和台湾来做一些合作 这个已经是合作了 虽然来到说 不知道他们背后 有没有 谈过什么 但是你现在就是 被人发现到 就是和 基隆级的 护卫南去追着 那一手的 宾州号 之前有些消息 就传出过 说一旦台海 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 日本就有可能 对台湾进行协防 究竟 今次 这个事件 是否意味着 这个消息 可能是真 当然 还需要有更多的 证据 才是可以 确认得到 但是今次 日本和台湾的军舰 追着宾州号 这个行动 就已经为 日台的合作 开了个头 接着我们 看看 第二单的消息 就是 菲律宾的 外交部长 乐阴 在Twitter上 发了一条 帖文 他的帖文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China my friend How politely can I put it 就是说 中国 我的朋友 应该怎样 礼貌地 来到他表达好呢 Let me see Oh get the FXCK out 即是说 等我看看先 请你滚蛋 What are you doing to our friendship 你对我们的友谊 做了些什么呢 You Not us We are trying 是你 不是我们 我们在嘗试着 You You are like an agree of forcing your attentions on a handsome guy who wants to be a friend not to father a chinese province 你 你好似一个丑陋的笨蛋 把注意力 集中在一个想做朋友的英俊身上 Not to father a chinese province 就是说 他不是想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这个就是菲律宾外交部长乐阴所发表的帖文 为什么他会有这条帖文呢 当然就是跟近日 中国在南海的牛页礁附近 聚集了大量的 所谓的渔船 是有关的 菲律宾方面 就认为这个行为 属于挑衅的 就好像一大堆民兵船在那里 曬马 这个就是菲律宾方面的看法 甚少看到有些外交部长 会直接在公开的场合 用粗口来去骂另一个国家的 因为一般这些东西就算大陆那些战狼外交思维也好 都是由下面那些 赵立坚那些人在Twitter上做的 甚少就说连王毅都在Twitter那里用粗口骂人的 没试过 但是菲律宾方面 他们就找个落音出来试试这件事 用粗口来去骂大陆 就叫大陆 就是所谓滚蛋就是那些 船隻 好了 至于 国防部长罗伦沙纳 他也表明了 将会继续在 菲律宾专属的经济区 进行军事演习 当然 菲律宾方面就称之为 西菲律宾海 他就强调 菲律宾政府的立场 是不会动摇的 他其实也是在呼应着 菲律宾总统 杜特尔特较早前的一个说法 他就说 在不开战的情况下 菲律宾是会捍卫自身的正当权益 维持 西菲律宾海的海域和平 杜特尔特的总统的任期 只是余下年多的时间 菲律宾总统只做一届 所以现在已经去到任期的尾声 在这个大陆 派这么多的 所谓的渔船 去到牛厄朝附近 集结的时候 其实也是触发到菲律宾的民族主义 情绪高涨 因为这帮人就会认为 喂 这样就是踩到上心口了 去到自己的家门口那边 一样一样 当然 大陆这个所谓的 施压 如果从一个所谓震慑的角度来说 就不是很成功 因为菲律宾现在有武裂 外交部长又出来爆粗 国防部长又说要军演 你就看到菲律宾是想站硬 虽然来说 在经贸上 那边菲律宾仍然是会依赖大陆 但是 面对着这个所谓主权的问题 他们似乎不打算退 而且菲律宾本身就有一群鹰派人物 等了很久 外于之前的几年 杜特尔特 就想维持着亲中的路线 所以一直就把这些声音 押了下去 但是现在 大陆的船只频繁在 这个所谓的西菲律宾海 或者中国称之为的南海那一树出现的时候 就给了一个机会 这群人出来 当然 他还不拿着这个机会出来吵 已经等了很久了 最后现在杜特尔特也放远了 他放远了的意思不是对中国放远了 是对着他国内那群民族主义者放远了 因为他没有的 反正他任期都差不多够了 加上他现在都继续称呼中国为好朋友 亦都是不愿意 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在这个所谓可防可控的情况下 他也都只好 有得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发泄了出来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